市场近日传出公股金控旗下的赵峰投信 第一金投信及何库投信 正在讨论三合一整并的可能性 根据了解赵峰金控董事长董瑞斌早在今年中 就提出公股金控整并的构想 他认为整并公股金控的核心业务 应该要从规模较小且获利能力较低的子公司着手 包括证券、保险、投信等业务 采取由下而上的方式 推动整并的成功几率将会更高 目前他也已将相关构想向财政部提出 希望借由整并提升经营效率 强化公股金控的整体竞争力并寻求支持 不过过去财政部部长庄翠云就曾表示 公共并牵涉的范围较广 有许多问题需要考量 包括股东、员工、客户的权益 与国家整体效益 得评估合并后是否能发挥纵效 市场人士则分析公股金控的投信 在市场上排名属于中后段 若三家公司合并后 基金规模上看三千亿元 经济效率与市场地位也会大幅提升 甚至有机会与民营投信竞争 但目前要过财政部这一关 将需跨越高门槛 同时也要尽管会同意 要完成整并恐怕还有一大段路要走